大家好,继续和大家聊胡锡进的微博 胡锡进在9月16日下午16点05分又发表了一个微博 在微博当中他说,台湾中央社星期六中午报道 说当天上午又有19架解放军战机越过所谓台海海峡中线 进入台西南及西北空域 这次解放军战绩连续两天大规模逼近台湾道 这种情况前所未有 老胡认为解放军这次是下猛药的 实战性演练攻台 清楚表明大陆不再容忍美台用切香肠的方式提升勾连 这种勾连已经成为大陆打击的首要目标 它必须停下来 否则大陆的军事行动必将继续大幅度的升级 执字摊牌 啥叫执字摊牌 那你是想爆发全面战争 没事吧 昨天蓬佩奥指责大陆对台湾军事恫吓 说今天台当局指责大陆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现状 大陆根本不会理睬这些无端的一个职质 台海局势严重紧张的源头是蔡英文当局上台之后 抛弃了这种九二共识 改变了台湾的政治状态 美国用通过台湾旅行法增加对台军售 等提升了与台政治及军事的联系 美国对一中框架的示意的冲击 导致了地动山摇 开始汉口号 这两天 解放军军级大规模的行动 可以看出大陆在战略性反击的一个转折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发现 就是我在读胡锡进的文章的时候 特别的拗口 特别的不顺畅 就是读他这些东西 就是没有一个连贯的逻辑性 而且这些东西 我感觉都像小破孩在打架时候写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抢我两块糖 不行不行不行 我吓我打你 就这种效果 所以就读他这些东西 就是有的时候都不愿意读 但是咱们这个节目不还也做下去吗 为了让大家看一看这个胡锡进的文采 咱们还得继续去聊 那么大陆军机如此大规模逼近台湾岛 与他们飞到台湾本岛上空只剩一步之遥 如果美台继续升级官方勾连 我们相信解放军将有充分的意志 四射巡航导弹飞跃台湾岛岛 派战机飞临台湾本岛上空宣示主权 开展养讯 那将形成台海地区全新的军事格局 重要的是 大陆全社会已对台当局失去耐心 别老提全社会 我没失去耐心 我还是希望对话 对吧 我没失去耐心 别老全社会 全社会 你要是算我一个 我跟你说 我就没失去耐心 我相信呢 很多热爱和平的人也没有失去耐心 他还继续的 咱们等待台湾的 台湾有一天能够愿意 归到我们大陆这一边来 我们还在亲切友好的期盼 对吧 我记得以前 咱们这个中央电视台 不都说弯弯回家吗 那既然你拿弯弯当成一个家人 为什么老要打你家孩子呢 是吧 当一个咱们的省 那为啥老要揍人家呢 而且你说揍就揍吧 还要核武器 哎呀妈 太吓人了 念叨哪的 啊对了 念叨这个失去信心了 我继续了啊 普遍认为啊 需要给岛内的台独势力 一个根本性教训 如果对方敢开第一抢 攻击我军战机 那么解放军呢 就可以对台湾军事的力量 开展毁灭性党籍 把解决台湾问题 推向新阶段 那你还挺盼着 我看你的家子挺盼着 人家赶紧打第一枪呗 玩事直接就好跟他干呗 你咋这么好斗呢 这胡锡进你都一把年纪了 对吧 你也好几十岁的 那你怎么这么大岁数 还跟小块孩似的呢 对吧 我记得就小时候吧 咱们还能跟同学打打闹闹 成年以后 18岁以后 谁还打仗 对吧 有问题的咱都就和平解决 那么要是有什么武力冲突 这不还有警察部门吗 公检法吗 那怎么还费咱们自己上手呢 所以说对于一个成年人来讲 没有说这个必要 像小块孩一样 接着打 那都是不成熟的时候干的事 还有后边还说了 很少有人相信美军有意志 对两岸接下来的军事对抗 开展全面武力干涉 很少有人相信 就是美军能绑着台湾 如果美军真那样干 那解放军也早有余案 解放军有充分信心 在台湾地区击败前来干涉的美军 给美方的这个霸权野心 以沉重回击 中国大陆社会的上下都热爱和平 这说的也没错 咱们确实热爱和平 但我们越来越清楚 和平必须有强大的军事能力 和在必要的时刻 坚决使用这些能力的决心 她的话怎么都那么像是 都是像那个 哎呀我就不说了 我就有点理解不了啊 就她这个话确实挺高深的 挺绕的 美台又切香肠的 美台切香肠发展官方关系 现在他们切到手指了 尤其是蔡英文当局 他们或者悬崖勒马 或者跌入深渊 粉身碎骨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蔡英文啊 我对蔡英文坦白地说 我没有什么太多的一个了解 我就是看了她的一些 关于演讲嘛 就是她上台的时候 一个演讲 她原来是一个大学老师 后来从政的 并且蔡英文呢 平时还挺喜欢上这种 中意类的一个 也不算中意节目嘛 就是这些 YouTube的这个大位的一个节目 这些粉丝特别多的 宣传她的这个自由和民主啊 并且蔡英文应该是 都是美国留学的 都是长春腾大学毕业的吧 应该是 反正都是比较有文化的一个人 后来应该是又去英国 又留学了 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她说蔡英文会跌入这个粉身碎骨 或者是跌入深渊 那有的时候我想 胡锡进这么叫嚣 蔡英文就能怕她吗 她要是假如说这么害怕你的话 她就不可能说是 怎么说呢 她不说了 这个太敏感了 就大家看吧 如果她要是真的那么怕你的话 她就不会让思态发展到这种情况 对吧 她肯定还是有她自己的一个考虑和思想 所以说呀 就是这个 胡锡进老是以这种 这种方式去下红边不是特别好 尤其你说你作为一个媒体人 你应该主战和平 就是你把文章吧 应该往和了写 你别往打了写 你不能挑事 咱们国家这种军事战略 不是说咱们 就不是胡锡进 你我这样的人去解决的 那是我们国家的中央领导 我们国家的高层 他们去统筹全局 去干一些 就是你所说的那些事 但是就是像你这个层级的人 没有资格去老是在网上呼吁 说这些东西 而且你说的话 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用 就跟放屁一样 所以真的恳请 这个胡锡进 少在网上写这些文章 忽悠中国这些年轻人 年轻人我觉得其实还好 由于咱们改革开放 四十年了 基本上不会说是被胡锡进这种人 那个就是给他洗脑 那么老人的话 我觉得也够呛 因为有的时候经历过文革的人 经历过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的人 经历过那些运动的人 通常来讲他们比较明智 他们不会说有一个扭曲的价值观 那么现在社会剩下什么人了呢 就剩下那些没有脑子的人 他才会去相信胡锡进所写的文章 所以凡是给胡锡进微博点赞的 这些捧臭脚的 基本上都属于脑残主义分子 对吧 我真的希望你们能够提高自己的一个认识 提高自己的一个思想 从各个方面吧 提升自己的一个综合的实力 就是这种热爱和平啊 不要战争的一个实力 我看有很多人说了 台湾要打仗了 他们要捐钱 捐一个月工资 说捐十万 我都怀疑他一个月工资有没有十万 是吧 可能就是有一个笑话嘛 有一个人问 有一个记者啊 问一个老百姓 这个说 咱就把这人 虚拟成小李吧 这个记者说 李先生你好 请问如果社会有需要 让你捐一百万 你会捐吗 我会捐的 太好了 那李先生你好 那如果这个社会需要你家的一栋房子 那你可以捐吗 我可以卖掉捐 或者是给那个国家 无偿的征用都可以 没有问题 他说 小李啊 不是李先生 接着李先生说错了 一整整也办算了 李先生啊 如果你有这个一辆车 你能不能捐给国家使用啊 捐线出去 他说不能 这个记者就奇怪了 说这李先生你看啊 你有十万块钱 你可以捐 你有一座房子 你也可以捐 那为啥车你不能捐呢 他说我真有一辆车 还是自行车 就是你可以看出啊 他一个自行车都不想捐 所以说呢 自行车是吧 标准读音 我这是东北话的 有点那个不标准 自行车 就是脚踏车 对吧 脚踏车 这个没毛病了 你看吧 他真有一辆脚踏车 所以说他不捐 这就是一个很搞笑的东西 所以说你看这些人吧 就这些捧臭脚的这些人 真的不足为据啊 就这些脑残分子 不足为据 如果都是这些人 发表的一个言论呢 或者是一种观点啊 那我认为啊 真的这个 这个国家和民族 如果这种人多了的话 绝对他不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他这个 不可能提高你 整体的一个国民的素质 而是把这个国家 带入战争的深渊 当年希特勒 就是这么开始鼓吹 他的就是支持者 说我们要发展 我们要统一全人类 对吧 我们要发展经济 我们是最优秀的民族 我们是日耳曼民族 对吧 我们种族最好 我是开始对犹太人的 一个屠杀 这种种族灭绝政策 你想一想 这种战争狂人 他是一个好人 但是当时 他国内的老百姓 特别拥护 那你想一想 是不是诸咒为虐 所以说在 不论在什么时期 都要有清醒的人 出来发声 哪怕他就是 只剩最后一口气了 也要说出来这个真相 因为说出来真相之后呢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 会不会和平啊 或者是说能不能 就是能不能 这个人发声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啊 但是我觉得真话 到什么时候 都应该让人去听 让人有这个意思 如果万一有用了呢 对吧 所以说不要 被这个现实所击倒 不要为现在的困难所击倒 要用你的内心去做 你认为正确的一个事情 这个就可以了 哪怕可能你说的东西 没有什么太大 太大的作用 但是我相信呢 只要你说 有一个人听了 这就是一种作用 并且啊 你是一个维护和平的 是热爱的心 而不是像有一些 就刻意的攻击的 谩骂的 就你可以看到这个 在YouTube上面 这些海外的 这些媒体啊 自媒体啊 有的就是看中国的笑话 中国出点什么事 就恨事不大 只要这个事不大呀 就出了一丁点的小事 马上就放大的 非常非常之大啊 就是这种 所以说呢 真的不要 就是做一个 冷眼旁观 看笑话的人 你可以发声 你可以说 你的一个观点 但是请你抱着 一个好心的态度 就是你 你从内心来讲 你是希望 中国人越来越好 中国人的素质 越来越提高 而不是说 可下我翻墙了 是吧 可下我肉身翻墙了 可下我移民了 你们越差越好 你们越恐怖越好 你们打起来才好 你们一锅粥才好 不要这样 不要做一个 冷眼旁观的抗坷 要有这种同理心 就是你现在 在发达国家 或者在什么地方 你有了这种言论自由 自由的空气啊 就是自由和民主啊 或者你有这些东西 请你啊 不要说是去 奚落其他的国家 尤其是华人 因为你们当年 也是在这个国家待 所以希望你抱着一个 对这个国家的人民 还有那么一点感情的 一个态度 希望这个国家好 做节目呢 也不要说是 老是以一种嘲笑的方式 把什么事情都 一丁点的事情 就无限放大的形式 来说这个事情 而是应该客观的 公正的 哪怕你做不到 绝对的公正 我希望你尽量相对的公正 去做这个事情 而不是上来 我就要灭了它 我就要打掉它 我就要怎么地 那如果假如真打掉了的话 那你想一想 你会有一个别的预案吗 就是你会有其他的方式 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我记得当时 清朝在和平转让的时候 把这个权力移交了 移交的时候 我觉得这种情况就特别好 当时清朝可以这个 把这个权力和平的让渡 让渡给这个 应该是中国的这个国民政府吧 就当时这个 把这个权力移交了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挺好的 所以无论到什么时候 咱们都已经二十一世纪了 作为一个现代人 我们要和平地解决 一切的冲突和这个争端 而且我认为解决 一切冲突和争端的方式 都应该以人民的利益 为根本利益 以人民的安全 为这个根本的一个目的吧 要让人民活得安全 开心快乐富足 要以人民的利益为主 而不是以你们党派的私利为主 以你们个人的权力为主 所以说这就是我想说的 因为你们的权力来自于人民 我希望全世界的这些执政的人 你们不要为你们的人民而考虑 而不要为你们自己的利益而考虑 这就是我的一个想法 我认为只有这样呢 全世界才能够更加的和平 才能够把我们人类这种光辉的一面 闪光点的一面 发挥出来 那为什么人跟动物不同 对吧 为什么我们跟猪马牛羊不同 就是因为我们人热爱和平 我们有自己的法律 我们有就是热爱生活 或者是说我们有这个智慧 我们有这种智商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化 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文明 对吧 正是我们这种和动物的一个区别 让我们成为了高级动物 让我们会用脑袋去思考 让我们可以人与人之间 用心去交流 我希望就是全世界 包括现在就是中东的局势 大家看到了这个亚伯拉罕协议也签署了 也慢慢慢慢趋于这种和平的态势 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好的开端 我认为如果能够把中东这个问题 好好的解决掉的话 那非常好 全世界的人都生活在和平当中 我今天看了一个 就是美国的关于伊拉克战争的 他就有一个叫哈德 那叫什么什么东西来的 这就是有一个叫那个哈德塞镇 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就是在那个镇子里头 美军把那个镇子当一个要塞进行把守 把守的过程当中 他们的美军的军车 在徐罗的过程当中 被这个恐怖主义分子 就是给炸 就是反对美国的人 当时很多人 就是很多的当地的村民 看到了这个恐怖主义 在那埋炸弹 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告诉美军 为什么呢 如果他们告诉了 那么这个恐怖主义就会回来 回来把他们灭口 那么他们如果不告诉美军 美国人如果发现了的话 或者会采取这种 就比如说他们暴毙 或者是会不会对他们进行搜查 那相对来讲 其实这些人选择都是 大部分选择沉默 为什么 相对来讲跟恐怖这个组织相比 这个美军还会柔和一些 是吧 相对来讲会柔和一些 会好一些 他不会是像这些恐怖组织 你要告密了 立马就给你杀掉 所以说这个电影啊 就这么显示的 但是这波美军可不是 这波美军 当时啊 穷凶 可以这么说 穷凶极恶 当时这个 由于他们当时 他们的战友被杀了 有一个人当场死亡 两个人受伤 这个战友当时表现的 他们都特别热爱 他们自己的家人 但是永远这个死去的这个士兵啊 永远见不到家人 当时他们这个徐罗的这个长官呢 就生气了 生气之后呢 他就把这个 手无寸铁的这个平民给杀了 当时就是怀疑这几个人 就以怀疑的目标 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这个谁放的炸弹 他们说不知道 就全给杀了 并且啊 有那个 有就是他们这些 袭击者走了之后嘛 走的过程当中还放两枪 放两枪之后 这个美军就开始 寻着这个 就是攻击者吧 这个恐怖组织 这个人的方向走去 并且把这个平民的楼房啊 全部给搜查了一遍 在搜查过程当中 就把这个 小孩子给杀死 咱们现在也不知道 他算是误杀还是怎么样 当然了 那你说这个平民家庭 你都没有看 你就看这个火力来的一个方向 你就扔手榴弹 那肯定这个房间里会有平民 因为这些恐怖组织 他们就善于躲到平民里头 伪装成平民 让你抓不到 所以说这些士兵啊 就是非常的暴力 就把这些人全给杀死 那其中还有小孩人 那都是小姑娘杀的 都是不是说是恐怖主义的人 反正相反 这两个恐怖组织的人还跑了 把这些所有的人都为 这个蠢子所有的人都为坑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这个战争带来的是什么 战争带来的是不尽的伤痛 有一个小姑娘活过来了 接受国际媒体的一个采访 她的眼睛瞎了 她就用另一只眼睛 做了一个节目 看着这个屏幕说的话 真的特别特别热 所以你看战争给带来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你像这些美军 他们是为了给他们的同伴报仇 对吧 但是你报仇 你应该找这个袭击你的人 而不是这些平民 所以说战争就会带来 这些平民的伤亡 胡锡进鼓吹的战争 最后损失的是谁呢 最后伤害的是谁呢 还不是平民老百姓吗 我不信啊 我不信这个战争会给那些 有全民的人 造成什么大的伤害 为什么 因为他们永远都躲在最后方 他们也不去前线打仗了 我看了这个 就是这个关于伊拉克的电影 他描写什么 他说这些执政的人 他们把我派到这地方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真的不明白 所以说这些士兵 有的会有心理问题 打仗的时候会产生 这个心理的一个问题 有一天天杀人 他自己内心也不安 其实他你说 去杀那些小孩子 他是对他良心的一种谴责 就像有这个冤魂 永远缠绕着他 因为你杀的是平民 你杀了一个人 而且他们还不止杀了一个人 一共杀了应该是24个人 所以说呢 我每每看到这些战争 我就特别的反感 所以你看美国 为什么老爱拍这种题材的电影 就是反战 当然了 对于政治可能 这些反战人士的呼声 他有的时候 不可能完全的阻止战争的发生 但是我想跟大家说 这些人的呼声 绝对是有用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美国有反战的人 他们就会影响大选 因为他们有选票 如果你要是一直主战的话 或者是说你这个政府 一直主战的话 我下回这些和平人士 就会给你投下去 我可以投下一票来反对你 用这种选票的形式 让这个政府倒台 那么如果咱们说 在一个独裁的国家 咱们以北朝鲜举例吧 如果是他们的国家 他们的人民没有这个方法 来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他打仗了的话 那他只能 他们的老百姓就只能招养 他们只能听之认之 如果他们要敢反对的话 那肯定我相信结局不会太好 所以说这就是民主和独裁的一个差距 就是民主可能你无法避免战争 但起码你有个通道 但是独裁你绝对避免不了战争 这就是一个在面对危机的时候 民主和独裁的一个差别 就是民主的国家 你起码有这个治疗的这个办法和途径 但是独裁的国家 你只能看到他这个癌症最后面就是发展成扩散 转移 你没法对他进行切割 民主的国家可以用选票 对于这个癌症进行一下手术治疗化疗 他兴许他就好了 对吧 咱也不见得说是这个民主就是一个这个万能神药 这肯定能给他治好 但起码他能治 对吧 他起码他可以给你治一下 并且如果你民主制度设计的好 那在癌症早期就给他消灭在萌芽状态 那就是那就根本就治好 但是独裁的话 你不管早期晚期 就即便是早期的话 他也会慢慢发展成晚期 所以说最后就导致了战争 导致了那些年轻的生命 鲜活的生命 死去 那你说战争这些年轻人愿意去打 当然不愿意去打 因为你看我昨天给大家讲的那个 西线无战事 你看那些年轻人的一个态度 一个观点 如果真的有那些像希特勒似的 特别好战 希特勒确实好战 希特勒参加一次大战的时候 他有一回执行 他作战特别勇猛 他就是一个战争狂人 后来由于这亚娘受伤了 就下了 之后就下来了 下来了 等他亚娘好了的时候 战争结束了 给他可惜的 他是又成了一个流浪汉 就这种人 那你看这个社会当中 也存在一种狂人 就像希特勒这种人 但是你看希特勒这种人 最后导致的是什么结局 世界大战 所以说少一些这种希特勒式的人物 多一些热爱和平的人 胡锡进 你能不能和平一下 不要再发这些打仗的信息了 我看着都害怕 看到我毛骨悚然 看你的微博 我真的觉得你就是一个 我觉得你是一个特别吓人的 我都害怕你 真的 好了 今天这个视频我就说到这里了 下期再见 拜拜 希望每一个人都热爱和平 不要听胡锡进 胡说八道 拜拜